前一天華爾西晚曾經為您報導過 臺中一名騎士 騎著杜卡迪重機 時速逼近三百公里的高速 在臺中臺七十四線上飆車 事後還把影片PO網炫耀 雖然他影片是故意不押上 日期時間企圖要躲避查器 但是警方重立了專案小組 透過了影片天色研判時間 還是順利帶到了人 價值一百六十多萬的杜卡迪重機 被拖車載到警察局內 扣留在車庫裡 他的車主前幾天就是騎著 這一臺杜卡迪以逼近三百公里的時速 在臺中臺七十四線上狂飆 不知違法高速行駛 車主事後還將影片PO上網路炫耀 而且故意不押上日期和時間 以為這樣能夠躲避查器 但警方根據天色和路況 以及網路上的留言 找出了時間在過濾周遭的路口監視器 在二十四小時之內鎖定了三十五歲的 陳姓男子 搜證後向臺中地院申請搜索票 並在北屯區的某大樓地下停車場 查獲這輛涉案的重型機車 警方持搜索票進入停車場時 還發現這台重機掛的竟然是未造的車牌 而他超速和危險駕駛不但最高可以罰到三萬四千八百元 還涉及刑罰的公共危險罪被含送 至於這台價值百萬的杜卡迪重機 警方說會賤請檢方或監理單位將車輛沒入 歡迎請吳連銷月臺中報導